好 這邊呢 現在就是說我要做 這個效果 就是真的能夠讓它 照的這個位置只有在前方 那你做Spotlight的時候就必須要做一點處理 不然其實它沒有辦法 就是像我們現在希望的它是從這個位置開始照亮前面 所以你必須呢 現在先做一個Spotlight Create Light 空白一鍵按著不放 直接選一個Spotlight 對 那這Spotlight呢 一開始先把它放大 按T 改過來 拉過來 好 然後再來呢是Create 空白鍵按著不放 Create 我用這個快速鍵你會有困擾嗎 Create Light Spotlight 好 然後再來是Create Measure Tool的Distance Tool 這Distance Tool呢 你可以看到從上市圖看 這是開始位置嘛 然後可能量個距離是到這裡 這裡都不能照亮 就這一段它不能照到模型 然後從這邊開始才能夠照到 你要去量一下 所以現在呢 選到震盪燈 然後在Ctrl A 交出Attribute Edit 在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 Intensity Curve 有沒有 Intensity Curve 先創造一個Intensity Curve 打開你的視窗 視窗裡面的動畫編輯器 的Graph Edit 所以這邊呢 燈光選到 看到這個曲線 按快速鍵A 那這邊呢要設定 第一個應該是距離是0的時候 亮度是0 然後這邊是3.358把它當成3.36好了 3.36的時候還是0 這個距離也太近了吧 然後這個應該可能是3.361好了 它的亮度開始是1 好 這邊是差不多多少了 我兩個距離好了 Create Measure 2 Distance 2 OK 好 兩個距離好 比如說到這裡好了 可能到21 它才衰減為0 這邊 可以刪掉 這個應該是 剛剛說21左右 OK 快速鍵A 所以目前是這樣子 距離是0的時候亮度是0 距離是3.36的時候 大概這個位置開始會亮 而且它亮度大概是1 然後它到 距離是21的時候 就是到這個位置 它亮度開始也是衰減到0 那我們現在呢 呃 試試看喔 算一張圖看看 這啥意思啊 我覺得怎麼今天算都一直常出現這種奇怪的狀況 我這邊呢 我這邊呢把空Angle 拉開一點 切到 右側是圖 我們再算一次看看喔 Render 這個是 side view 真的沒亮耶 我先做一個平面看看喔 軟體改新版 什麼東西都會出問題 Right view OK 試試看 呃 不是 因為它應該是用這個來控制 你知道嗎 它這裡不是做了一個intensity curve嗎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個其實是有問題的 好 現在開一個attribute spread 好的 看看 這邊有一個attribute spreadsheet 先取消這幾個好了 嗯 我看喔 Ctrl A 這幾個 這幾個geometry我要設定燈光不會照到 1 是叫什麼 Nervous the sphere is trude 這是detached surface shape 所以這個spotlight裡面有幾個東西我要先 設定它是不會照到的 再試試看 跟這有沒有關係咧 這太奇怪了 呵呵 等一下我先把它打斷喔 break connection 那個錄影我先停掉 Stop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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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